这么多的下载次数 可是App现在总数多少 其实才100多万个而已 可是却有这么多的下载次数 也就是说你随便写一个 真的是很 不怎么样的一个App 就会有一票的人去download 就像最近那个 国道那个不是eTag的上路吗 结果就 你输入这两 你输入eTag的App 大概只有三个 我会把它下载下 一个是官方的 烂到爆 也被骂到爆 因为 都连不上去嘛 但这个就不用讲了 另外有两个 就是之前好像也写别的App 我发现也写得很不适合怎么样 也把它挂上去 因为他抢先机 大家就下载 他有挂广告 每个都有挂 而且还有一个很糟糕 他挂的广告是直接跳出来 你一进去他就先跳一个大大画面广告 然后你一定要把它关掉 所以他光靠这个下载次数 应该不少 很聪明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将来要多一点外快的话 因为现在薪水不涨 其实 薪水一定是不会涨 放心好了 但是你可以借有别的方式 可以让你的薪水 增加很多 其实 像我的薪水都是额外的比较多 好像我去年的 所得收入来源有超过二十几个 没有到处到处去吗 学校我去年大概就跑了大概有二十个学校 火光我来了好几次 也是都是类似这种邀约 那我不知道怎么邀请 其实我跟很多学校老师都不认识 但是他们却对我好像都很熟悉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平常上课就把他录下来然后就把他放在网路上 他们就看嘛 他们有吴清辉老师录制的 符水印 然后他就一直听一直听听听听就就对我好像还蛮熟悉的 甚至好像还有粉丝 有follow很多 所以我的那个部落格上面的粉丝好像 也还蛮多的 那我教哪些东西啊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 最近有智慧手机的那个app 这个android的入门 其实这个讲intent 讲activity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另外还有像那个Google那个 phonecap 这个phonecap 蛮好用的你如果你会做网站的话 很快也可以做出app 那里面当然你也可以不写程式 你也可以用什么用网站的概念做app 一般都可以接受吗对不对 如果你要写程式 也可以呀你用 Jekry Mobile 如果你会的话你可以做出很多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好用原生的方式好还是用什么phonecap 来做 其实坦白讲 反正你看哪一种专案特性 你就用那种方式来做最好 所以现在还有流行什么叫 Hybrid 设计方式 反正我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需要用快一点的效能高一点的 要呼叫的东西是底层或者是phonecap 没提供的 那我就用 原生的方式 那如果说我需要 快速的或者是说简易的 时程很短的 那你用phonecap 他的开发速度 会比原生的方式 我觉得啦 至少快10倍吧 因为太简单了 你会用 你就会开发的出来 Adobe的东西 而且他做出来的 画面又漂亮 时间又短 但是问题就说他不是原生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 可能会有办不到问题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各位可以 如果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实这边